疫情全球蔓延研究发现高达三成的确诊病患 入院时有缺氧现象 但是没有察觉仅有发烧咳嗽等表现 造成隐形缺氧导致患者猝死 因此台湾一届集结产观学研力量 共同开发血氧系统及时监测平台 帮助患者及时监控血氧情况 在生物科技跟资讯科技的强强连锁 其实我们的医疗体系也是非常的强 我们医疗的本质是善 透过这样一个智慧医疗 我们善以善的联请 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智慧医疗有很多运用 希望这次的运用可以提升 台湾在医疗跟防疫的技术上 能够不断的提升 可以看得到影像 可以看得到病例 都不用手去动 所以是一个双向的一个 帮助做零接触医疗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另一个共同开发的混合实境病房 就在医护人员戴上的 扩增实境头盔装置 以物联网传送影像 让远端医师也能接收到病房画面 借由零接触的诊疗方式 减少医护感染风险 收集的数据 未来有更多应用 将来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发展一些 及时回馈系统 民众对于整个疫苗的反应 各方面都能够迅速的 都能够收集起来 就像我们的云端一样 大家都能够收集这个系统 希望我们这次可以复制 我们这次可以复制 向世界展现医疗产业的能量 副立桃源医院大约收集 全台一半以上的确诊病患 更担任坚守入境国门的 第一道防线 目前率先全台导入这两套系统 台大表示 第一步先应用在警医中心防疫所 下一步将导入院内 高风险接触等相关应用 新桃兰亚太电视高建轮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